大家好,我們是只有班五年級的學生 今天想要邀請大家一起來進行我們的安全上學路 學校南門中心路是一條重要的交通路線 每到尖峰時間就有嚴重的交通問題 學校周遭在2021年時 經過彰化市相關環境整合計畫改善後 中心路學校校門口化設綠底斑馬線 即設置住車丸 不過中心路校門口全已偶化這斑馬線後 並沒有同時設置交通號制 我們這學期開始觀測上學時段的交通狀況 發現到上學時走斑馬線的人 比走天橋的人平均多了100人 走天橋的人數比2014年學長姐觀測時 平均約少了50人 在我們觀察的期間 每天至少有200輛機車 跨越雙黃線並逆向行駛 這個結果比2014年時平均多了約60台 學校在上學期也就是2021年9月開始 上方學職段安排導護制攻擊老師 在斑馬線旁吹哨港車 結束學生穿越馬路進校園 12月時我們統計走斑馬線的學生能數比 學期數十增加一倍以上 表示校門口斑馬線的使用需求非常高 不過中興路每到上下學時間 往來的大量汽機車快速行進 走在沒有設置交通信號燈的斑馬線上 還是令人感受到危險性 家長也不放心讓學生走在沒有設置紅綠燈的校門口 甚至會聽到校門口發生嚴重的交通事故 這些狀況都讓我們感受到交通號制的重要性 於是我們向校長及家長會長報告了 觀測紀錄及提案計畫 學校也在適當時機向主管機關單位提出了報告與申請 感謝學校讓我們參與會開 並檢報所有的觀測紀錄與行動獲程 可是前陣子我們獲得消息 彰化線交通對依據道路交通標建標字號制設置規則 第226條第5款的法規內容 校門口200公尺內有天橋不得設置紅綠燈 我們沒有放棄 就是透過立法委員發函給交通部 請求說明解釋相關法應規章 校園周圍是否能有天橋與交通號制並存的狀況 結果收到交通部的回覆 只要符合法規第226條中的任何一條款 就可以設置行車管制號制 也代表天橋和交通號制並存的可行性 所以我們統計了111年3月10日上午70至80 學校出入口附近入口的汽車交通量 經過統計以及比對法規內容 發現校門口交通狀況是符合第226條第三款 也就是天風小汽車交通量與打法規規定 因此我們寫了名義信箱詢問交通部長 想知道能否依次統計結果 向彰化線交通隊爭取增設交通號制 在這裡也要感謝大家前陣子的參與 保溫券到回家為家長填寫 我們統計結果前校共有2,219位家長支持 校門口前增設紅綠燈 另外在觀測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到在中心路上 家長會跨越雙黃線回規回轉 讓小朋友不用走干馬線或天橋 直接在活動中心前下車 其實為了這一點方便 可能需要付出代價 像是會被警察開罰單 甚至發生車禍事故 因此為了大家上學更安全 明後兩天我們會在中心路旁 舉告示牌進行宣導 在這裡想請大家回家提醒家長 靠路邊停車讓你走 斑馬線或天橋進到校園裡 我們將在上述行動完成後 請學校再次提出會堪 相信南國國小學生共同的行動與新生 能讓公部門做出正確的決議 確保我們的安全上學路 謝謝大家